聚散装有识 这很正常 就比如我 有一天 也可能不和约人士合作了 在这种情况下的安慰 难道不应该是 没关系 起码有我在你身边吗 以作者的身份 我不敢保证 但是以男朋友的身份 我还是有底气 说这句话的 少来了 花枝奖晚会 你准备好了吗 可没几天了 有什么好准备的呀 入围了就已经搞得满城风雨了 得不得奖的 我看淡了 你看淡了我还没看淡呢 今天早上 我给你准备的两套衣服 你试了没有 试了呀 都挺好看的 试什么试 这两套衣服 我走之前什么样 回来还是什么样 现在试 试什么呀 我穿哪套都好看 哪件都行 哪件都行 那你有本事穿个大裤衩和拖鞋 上台领奖啊 不信了 快点 快脱 你 不是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吗吗 换衣服啊 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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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啊 有人来了 按错了 爸 妈 来 你快起来 你说说你 了解人家这个昼川吗 你就不跟人住家里了 我了解 他叫昼川 今年二十八岁 是苏州人 实业是畅销书作家 那你跟他住一块多久了 两年了 两 他来上海 你们就住到一块了 没有住到一块 我们都是分开睡的 绝对没有做任何 不该做的事 你这是什么 我们刚才在试衣服 他会这么好心 他不仅细心认真 聪明温柔 我帮您吹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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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认真负责 工作电话不重要 而且还特别正直善良 叔叔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 仰慕您这样的英雄之一 我就是个小片子 日常工作呢 就是帮老太太子找我 小猫 卸掉卸掉 连你冲动什么的 那这样更好啊 平平常常才是真 真的是打着灯笼 都难找啊 我不是问你是说些 没用的哭话 我是问你 他对你好不好 特别好 你看这个房间 就是他为我布置的 他看我老喜欢光着脚 就为我铺上了地毯 这个床单啊 被罩啊 都是挑的我喜欢的款式 还我衣服多 没地方放 就特意为我定制了 这套衣柜 材料是环保的 你看他多用心 还真是不错啊 人家都说 这女儿长大了 就是泼出去的水 这么快就帮着外人说话 妈 你就相信我吧 他真的对我挺好的 好吧 那我就相信你 哎 那个网上带笔的 那个事解决了吗 解决了呀 网上还有直播链接呢 解决了就好 你都不知道 你那个爸爸 知道了你这个事以后 急得不行了 非要来看你 这不嘛 好不容易倾下架来 赶紧过来了 就知道你最疼我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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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